台北的國際車展 大家好我是北 現在我們在台北的國際車展的現場 那背後正是這個Kawasaki 這次發表的主力車款 H2XX 好 那個我們就透過這個第一人稱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Kawasaki的攤位 因為現場的聲音呢其實真的蠻吵的 所以可能我這邊收音 就大家盡量包含一下 如果有不清楚的狀況的話 那基本上呢 這個H2XXR 我在這次的開展前 在錄節目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做過功課 對這台車有所了解 那它在去年的米蘭車展上面 發表這輛新車 那基本上你看到它的型號 你就知道它這個是 就是源自經典的指標性產品 H2延伸而來 那我們知道H2XR 當時推出是這個地表上 目前啊 搭載新的這個渦輪增壓引擎 然後可以在地表上創下最快速度的一款車款 那現在呢 這個SXR出來 它究竟怎麼定位呢 其實大家可以從它的這個外觀上面 就可以察覺到 比如說它多了後座啊 大家可以看到 它多了後座 然後它的這個龐納的體積變大 然後再來就是它這個旁邊的燈 這個燈我等一下會介紹 然後還有這個高的風景 大家就知道 其實它的設定呢 比起這個H2跟H2啊 它走的更是這個 跑旅的路線 我覺得簡單來說啊 這輛車就是 從過去H2那個傲嬌 那個男神 你知道有時候 那個男人啊 長得很帥 然後肌肉猛男 它未必會是一個好的老公 那今天呢 這個H2XXX 那它就等於是 由那個衍生出來 它變成是一輛可以帶你出遊 帶著老婆出遊 會照顧家庭的一個 親好男人的車款啊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就是它其實呢 除了這個 除了外表上面的更動啊 它車內呢 其實有 在不管在引擎啊 還有一些 一些設備上面啊 都進行了蠻大的改變 首先呢 我講到引擎 很意外的就是呢 其實它這顆引擎呢 一樣是H2的引擎 再搭配一樣的 這個增壓系統 但是呢 其實它的動力啊 縮小了到200匹左右 過去呢 H2 H2啊 是300多匹 那它 足足減少了 將近100匹左右 也因為這樣子呢 其實呢 它在這個渦輪的 這個壓力設定值啊 比起過去 來的降低不少 那 這樣子就造就了 許多改變 比如說 油耗 再來就是啊 長途騎乘 這個車輛到底會不會 過熱 這個也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那 這輛呢 SX 也因為剛剛講的 這個引擎的調整 所以它整體熱能的表現上面呢 就比起 H2 來的簽名許多 另外呢 講到它的這個 電子配備的部分呢 其實它跟這個 H2一樣 擁有了最新的電控科技 不但有這個 TC啊 還有動力模式 然後再來就是 進退快排 這些東西 基本配備它都有配置到 另外呢 我覺得比較可以提到的就是 它的動力模式 除了這個 Sport模式 跟雨天模式之外啊 它中間這個我們聽 通常是Normal模式的 這個設定呢 它會 它是一個 跟過去一般的車的Normal不一樣 它會彈性自動調整的一個Normal 就等於有點像是 我們一般開車的時候的D檔 檔位一樣 那當你需要超車 你需要 重彩油門的時候 它會判斷你的需求 再提供你更大的馬力 另外呢 我覺得值得一提的就是呢 這次呢 Kawasaki啊 用到的這個儀表啊 是 在這個家族裡面 第一次出現的 全彩TFT的儀表 那我相信啊 這顆儀表 未來啊 也會搭載在這個 新的10啊 還有其他的車款上面 那一樣啊 它是使用這個 H2的這個編織車架 那因為這個編織車架呢 造就了這個高強度的剛性 然後同時也讓這個車重 控制在一定的範圍裡面 好 再來講到 既然它是旅跑呢 我們就來提提它的 它的頭燈好了 它除了中間呢 一顆魚眼燈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旁邊 旁邊這個 這個左右各一排的 LED頭燈呢 其實它不是一般的 所謂的定位燈 它是 一個彎中補助照明的 一個系統 在汽車裡面 我們可能叫做 轉向頭燈 因為我們常常在 跑山夜跑的時候 你就知道 當你傾倒的時候 頭燈只是往前照 那你右彎的這個角度呢 還是會有這個 死角 看不到這個彎中 的路面狀況 那今天呢 它偵測到你的傾倒 它這個光呢 就自動會打開 補足你彎中的照明 讓你的夜間的行車更安全 那這樣的配備呢 不管是各個品牌 都是在高端的這個 旅跑車系 你才會看到這樣的 高級的配備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邊後面也是方便你 調整預載的 這個預載調整器 就在這邊 所以你隨時 不管是你單騎 還是雙載 或者是加這個後箱 其實你都可以針對這個 後面的預載 快速做一個調整 另外呢 它在這個前面 自動的部分 也做了一些降級啊 或許有些人會覺得 它為什麼要比H2還要來的陽春 那我覺得這個 回歸到日本人的造車理念啊 日本人他們會很重這個 車輛的協調性 並不是說 什麼東西都要用到最強 才是最好的 那 像H2它的馬力 跟這個 H2XX 它有蠻大的差別 所以呢 它就必須要針對 這款車 再去搭配它的前面的自動系統 同時呢 懸吊也要配備這台車 去做一個適當的調整 所以你講它是降級 其實我覺得並不認同 因為 它是給予這台車最適當的一個配置 讓它的整體的協調性 表現是最好的狀態 OK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針對這個 這個Kawasaki H2XX的一個介紹 除此之外呢 這次Kawasaki的展場呢 全機種 其實也都相當的齊全 其實大家看現在的現場的人已經非常的多了 今天只是禮拜五而已喔 那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Kawasaki的展場 這邊有這個請到了 例九百的老祖先 例九百RS的老祖先例萬來到現場 相當漂亮喔 然後賣的相當好的例九百RS 另外呢 牆上有這個完整的 從它一九七二年 誕生到現在的一個例子 另外這邊有VS300 然後還有一個VR體驗區 然後這個Kawasaki不管是米蘭 去年的米蘭車展到今年年出的東京車展 其實它都用上了相同的設計 展場設計元素 大家可以看到 黑色然後這個蜂巢型的造型 那上面放的是10R 然後H2 在市場上現在熱賣賣得最好的忍者400 這邊現場也擺了兩台 這邊現場也擺了兩台 讓大家可以親自近距離的試跨 另外大家看到很酷的喔 他們把一台這個10R 鑲到這個牆壁上 非常的帥氣啊 OK這個就是Kawasaki的攤位 好大家如果想知道車展的其他資訊 記得鎖定這個瓦娃邊的騎士日誌 還有SUPERMOTOR8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